我們這次跟教會這邊特別的感動 因為教會的這些牧師跟一些長老 他們真的是愛無限 那我們跟拉特合作上非常非常的感動 而且在整個推動中非常非常的順利 在這裡要特別感謝他們 一日舉行台南市政府新手TPBS 及基督教會關懷弱勢 及獨居長者記者會 現場分享去年由政府、舞體及教會三方 共同推動新手愛無限 幫助弱勢計畫成果 共六十一間教會為三千戶弱勢家庭 帶來實質幫助 今年不僅延續關懷加碼募集 五千份禮物包 更由社會局局長陳榮芝 坦能是基督教習經會理事長蔡安璐 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坦能中會議長沈建毅 共同簽署物林志工合作備忘錄 和更攜手貢獻對弱勢家庭 及獨居長輩的關懷服務網絡 我們以往在社會福利的步驟 都跟天主教比較多 因為他們多做一些早療 或者是一些弱勢的一個身先障礙的 這一個區域 這個部分來做協議 去年以後 我們政治跟GPTS 跟南安市基督教長老會這邊來做連結 我發現很感動的事情 其實不是他們沒有在做 其實他們已經默默地在做了 只是站在政府的立場 很不好意思沒有去發覺這一塊 那我去年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我接觸了以後 我覺得這一塊 是我們要去再加強的部分 去年因為它很短暫 只有我們有四分之一的教會 二十間教會來參與 那我們去年當中希望這個愛的行動 讓我們全體有八十間教會 無論是在舊的台南市 或是在以前台南縣 每個特別是在偏鄉的地方 也透過這個活動 能將愛跟我們的市政府 還有跟我們TPPS 這個新光愛基金會當中 這三股繩子綁在一起 成為一個愛的護網 來幫助我們更多的這些需要的家庭 我覺得最感人的就是 我期待神在我們台南市眾教會中 連結的工作 我相信 在這樣的一個事工的平淡 就招聚長老教會跟非長老教會 因為關懷弱勢是神學業的 而且最大的工業是 都沒有什麼神學的爭論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讓台南眾教會 一個連結合一的一個平淡跟契機 這個是我們的祷告 是我的期待 更盼望神的恩典跟聖經 成交在台南眾教會當中 跟合一跟愛上 我更有信心抓住社區 讓你也只藉著掌握成熙的旁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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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